解讀佛像 解讀佛像 佛教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佛像 佛像是从视相上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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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无论如何 看见佛像 你就会知道佛的存在 看到有菩萨 有罗汉 有圣众的样子 你就会知道佛教 或者佛法的存在 或者起码佛的义理 就会在这里出现 但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题目 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佛像 如何欣赏他的 挑弓 造型 等等 不是 因为佛像本身并不是一个艺术品 佛像是一个 在后来 修行用的 神圣 和附助我们修持的 一种 偶像 当然 泥索木雕 或者木头 或者瓷器製造的 象 本身 并没有什么特别神性 但是因为你做了 那个姿态 展现了背后的主题 例如他做观音 你用木雕 那块木 你就这样丢在那里 它是一块木 譬如檀香木 就这样丢在街上 在森林上 它是一个檀香木 你将它 斩开它 来烧 它又是一个檀香木 你将它磨成粉 做香 它又是檀香木 你将它雕成一个观音像 它也是一个木 所以它本质上 是和形态没有关系的 不过因为我们利用这个物质 去造成我们心目中 或者我们要求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它就会赋予了一种新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是一种神性的 例如 将那个檀香木 你将它雕成一条鲤鱼 放在家裡 预议它 李若隆门 那它就有一个 李若隆门的意义在这里 你说 没有 就这样呢 今年牛年 我们就随意 挑一只牛的形象 放在这里 我们来应一下景 它没有什么神性 不神性的 不过你看到 开心 就算你说 我不会欣赏 也无妨 但是 当我们将它 挑成一个佛像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赋予了它一个意义 因为在我们心目中 这个主题的内容 观音 他们是有神性的 所以这个木头也好 瓷器也好 泥索木雕的也好 乃至是一张纸 或者我们画它出来的 印刷品也好 我们都觉得它是神性 所以 我们要讲的就是 今天要讲到的佛像 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画 这个像有两种 一张是平面的 它可以是画出来的 可以是加工油颜色 可以是印刷 总之它是平面的 那些画像 是跟佛教有关的 或者是跟佛菩萨的身体有关的 那这些就叫做画像 另外一种就是立体的 就是雕像 就刚才说了 用木头 石头 肉气 瓷器 去制造的一个立体像 当那个物件 做了出来 是一个神像的时候 它就不纯粹就是一件木头 当然它的挑工或者画工是好的时候 它可以是艺术品 就是 举例 如果你家里有收藏 张大千的一个 敦煌的观音像 画像 那你当它是艺术品 还是当它是神圣的 圣像呢 那当然你会当它是艺术品 多一些 因为你看到 最重要下面签了一个名字是张大千 你知道它值钱了 那所以 你欣赏它的是 为什么 我们在街边 随意在宰谱拿一张佛卡 跟张大千画那张 你会对待不一样呢 原因就是因为 它艺术的成分不一样 那张画之所以尊贵 是因为张大千 能够用它的技艺 是画出到观音的神论 这个是其他人模仿不到的 所以 它既是一个圣像 但更多它是一件艺术品 所以你去博物馆看的 我们不会看到它前面摆一个香炉的 我们看到它只是 有玻璃罩罩着它 找盏灯照着它 一样是这么尊重它 一样是这么真而重之 甚至可以说 有个之而无不及 但是你会看到 它的目标 并不是因为 一个信仰上的神圣 是因为它有一种 人民的价值观 因为很难得能够做到 这些神幻 所以就受人家的欣赏了 所以 你会看到 同样的东西 不过你的层次放在不同 它那个的目的就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佛像它不是艺术品 我要说的佛像 并不是从艺术的角度 告诉你 为什么它看了这个佛像之后 它怎样去隔别它 究竟值钱与不值钱 或者是什么年代的出品 不好意思 我们说佛教文化 不是说艺术的品评 所以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佛像 我要说的是它的神圣面 而这个制造 对于神圣的圣者 去做他们的仗 不是佛教独有的 甚至一会我们会说 其实佛教根本 最初是不容许做佛像的 那我们现在说 在宗教层面上 为什么我们要对于一些圣者 他们用一个 他画和雕刻的方法 来塑造他们的德上 或者德上 或者德上 因为我们藉着这个图画 和这个雕像 我们看到他 就可以怀面他 悉念他 崇拜他 为什么大家 凡是 过年过节 或者年头年尾 大家就会想到 今天初三 大年初三 有什么好做 赤口不拜年 那我们去拜一下车工 我们去拜一下大佛 我们经常心目中 有一个觉得 就是说 可能你家里也有佛坛 可能你家里也有不同的神像 但是 我们就会说 都是天壇大佛 靓一点 去那里走过大运奇远 靓一点 你为什么会觉得 他那个佛像 是靓一点 而你家里那个 没有那么靓呢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 他的靓一点 还是你自己的靓一点 而是在我们心目中 我们有一种 一个 一个 一个意识 始终 庙里面的 菩萨 是有灵一点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 在家里面 我们那个 氛围 集中不到 所以就算你现在很烦恼 你去回家的佛台 对着观音菩萨说 对着祖先说 其实你发觉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 都是这样 原因不是他没有反应 是因为我们外围 旁边的东西 太多东西 你这边在拜观音 那边的电视机 就在播那些电视剧 其实周围的所有东西 跟着又叫 吃饭 跟着 小孩又吵犬 现在不用上学 又走来走去 你自然就被外在的环境 骚扰你 令到你和他 和这个圣者的交流 你是有交流的 但是其实你是 很耐用的 是感到不到的 不是菩萨感到不到你 是你感到不到菩萨 你跟他说 其实你是收不到 他就算给反应你 你都不知道 原因是我们有问题 而我们之所以觉得 你觉得庙宁 是第一 就是他的氛围 你觉得不是 由早到晚都有人在念经 都有人供奉 还有 你进入了那个地方 你自然就受到 那个环境所影响 每个人都很虔诚 你在那里跪下 你在家里有没有跪下 拜观音吗? 大部分都没有 但是你可能一去到庙 你见到有个拜展 旁边左右 每个人都跪下的时候 你自然也跪下 这个就是氛围 所以原来同一个道理 当我们见到这些画像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观音菩萨在那里 有些东西不方便做 当然所谓不方便做 当然是不好的东西 坏的习惯 不好的动作 所以见到菩萨像 观音像 神像的时候 说话都小声一点 你见不到就大声 但是当你见到 你就知道要小声一点 要尊重一点 要庄严一点 不要多事 小声一点 不要这么大声 这个你就会知道 原来 那个像的用处 就是当我见到它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抑起 这个圣者就在前面 就是等于那些 那些 你下楼下街的茶餐厅 那样 你有个警察走进来 静了 会 一样 其实它不是神圣 不过因为你见到它的制服 你就会知道 有问题了 我们先检点一点 不然有麻烦 同样 我们见到菩萨像的时候 本来你在那里 嘻嘻 不过因为你一瞅瞅 那个神像 或者是菩萨像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要尊重了 我要端庄了 这一刻 所以原来那神像 它是马上能够 令我们有一种 怀面 忆念 和崇拜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震慑我们 我们的心 是多么 向外奔驰 或者是多么 嘻气 或者是多么 奔放 都好 一见到菩萨像 我们就会 摄伏 所以 为什麽 那些 就算 江湖大哥 你都见到 他们都有个关公 在那里 是不是 斩斩杀杀 都好 去到关公面前 有些事情不敢做 就是因为 你看到这个神像的时候 它有一种 摄伏 当然 如果你是有宗教修持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 供养 和修持 我们见到 那个神像 不只是 放在那里 做陈列的 我们会装香 前面有香炉 我们会用一些花果 去供奉它 这些叫做 供养 甚至 你会修持的 譬如说 有些说 我每天 早晚 觉念三次心经 在观音像面前 或者甚至有一些 专修的功课 念它 多少篇咒语 我对着它念 于是 它便提起了 我们的善念 和宗教的修为 但是 我们要说 每一种的圣像 它的那种姿态 既然是像 它一定是有姿态 每一种圣像的姿态 一定是有原因 它不是无端端 它是有意思 它的姿态 它的位置 它拿着的东西 它不是 创造出来的 它是有意思 所以藉着这个画像 它这个画像 它的姿态 它的位置 它拿着的东西 其实里面 是透露了很多宗教的信息 在里面 这个宗教的信息 是令到我们去巩固信仰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你看看这张画 你看到 咦? 这些是外国的 中国化了的 基督教 天主教的一些 圣像画 你会看到 这个是圣母 那你怎么知道 它是圣母 或者 你就算不知道 它是圣母 你也知道 有一个头顶有光 这个当然是神圣的 这个就是圣母 圣母画像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 或者周围有很多不同的聖者 在这里 这个合十的 在做什么 就是祈祷 这些很伤心 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 这个拿着铰匙的 看清楚 拿着铰匙的 手向上指着天的 那个 最重要的 因为 它是拿着铰匙的人 拿着铰匙的人 代表什么? 就是 由人间进入天界的 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就是这个拿着铰匙的人 拿着铰匙的人 那你就这样看 原来它不是就这样画出来的画 不是没有东西做的 不是手多画出来 它是有意思的 它每一样东西都透露了 那个宗教的讯息在里面 好 那我们看看 佛像 那我们说回 全世界的宗教都有像 那不是 有些宗教没有像 它不用像 就会用符号 我们之前有一节 是讲过符号 你可以找一些符号 来了解 但是这个符号 其实它根本也是像的一种 因为你看到这个符号 后面有一个讯息 是传达给你 同样 佛像也是一样 但是有趣的 历史成分 我们在这里交代 就是说 其实佛教的佛像 所谓佛像 当然是以佛为核心 这第一句就是 初以佛为核心 最初的佛教的造像 就是佛 不过搞下搞下 有观音 有菩萨 有菩萨 有大弟子 他们也做了像 那这些是后来的 后来的 那在佛教成立之前 其实印度的风俗 是不容许做像的 不容许做一些神圣的神 神啊 佛啊 等等的圣像 是不能够做的 原因是 这里红色字所说 因为这些神圣的人 圣者 他们不是我们凡人 所能够理解攀模 你是凡夫 你怎知道神圣的圣者 他的世界 他的面容是如何 所以你看到那些外国电影 逢是做一些神圣的 譬如神啊 或者天神啊 等等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就算他是有一个人也好 有一个人形的人走下来也好 他有一些刻意 就在头顶那里放光 放光之后 就令到你看不到他的样子 他是刻意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见到 圣者的容貌 因为我们跟他差 十万八千里 都不止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他 我们只是知道他的存在 我们只是能够用心情去 去感受他的存在 但是实在你不能够他画他的形态 所以古代印度其实是认为 如果人刻意画这个神像 或者去刁造一个神像 其实你是一种蝎俗 就是等于很简单 我们现在每人派一个木头给你 叫你 我们一起去画个观音出来 或者找了刀 挑个观音像出来 大家是挑不到的 好了 于是你硬硬挑了一些东西 画了一些东西之后 那那块东西究竟是什么 你说观音 那你说不是吧 观音搞成这样 是不是 所以就蝎俗 所以大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知道佛菩萨的样子 他的那种得性是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够做得到 所以你要去画他 其实你根本就在侮辱他 你在涉俗他 所以在印度的风俗里面 其实就是禁止 不容许他的本来 所以在佛陀的年代 佛住世 就是他在世的时候 那些人都会 哎呀佛呀 很难见到你的 这样 那 你不是现在 你现在又说坐飞机 又说坐车 可以见到他 但是 十万八千里远 还有 佛祖今天来这里讲经 可能他今天走了之后 其实我一世以后都再见不到他 现在有网络 又说Zoom可以直播 但是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怎么办 所以呢 这个佛像 所以那些人就会问 啊佛呀 我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你 做个像好不好 那不好 为什么呢 有原因 不准做像 不是怕你泻足我 不是怕你冒犯我 不是怕你冒犯我 是不是画一画啊 画你的佛像 是不是冒犯你 不是 不是 佛不是那么少家 他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东西 他的意思呢 是说 你做了佛像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禁止他呢 就是说 最主要呢 因为当大家 见到佛像的时候 你就会说 啊佛就在这里了 啊佛就在这里了 但是佛教的修行呢 他认为呢 我们不是追求外在的修为 我们不是去祈求佛 或者一些什么的圣者 他给予我一些什么的加持 修行是要修你自己的心 为什么我们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你想没有烦恼 你想解脱的话 可以 麻烦你修心 修持你自己的 那修心是什么 在印度的年代 修心最简单就是打坐 禅修 只要心不要向外就可以了 但是当我们人就不是的 人就有一种懒 简单来说就叫懒 懒的特性就是什么呢 他当有 你说 有一个圣者 你求他 你求他就可以了 你就会求他的 你就不会自己做的 那于是 于是 于是 现在你去 一会走上文武庙 看一会 你就会发觉了 很多人在这拜 佛 你保佑我 我儿子 我儿子快要考入学试了 文昌帝君 你保佑我 我儿子 考得很不好 靠你儿子 读书 读得很不好 是吧 有没有用心 温书 有没有用心 学好些东西 不是 不是 我们知道有文昌帝君 他尊是保佑 读书的 那些人第一样就是 不是自己读书 读得好 而是去拜文昌 同一个道理 我们有烦恼 有痛苦 我们不是自己去理解 那些烦恼痛苦 怎么来 而去解决 不要让那些烦恼生气 而是去祈求 佛呀 不如你帮我 我现在很痛苦 你帮帮我 我现在 你帮帮我 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就叫做 心外求道 所以当佛像出现的时候 佛陀就会说 如果有一个神像出现的话 大家就会把精神焦点 放了去 向外求 求外在的力量去帮你 不是你自己 如何去做好它 这个是有为我们修行的本意 所以 原始佛教的年代 是禁止做佛像 是禁止做佛像 再加上 在佛的年代 其实大家 有什么不明白 就立刻问佛 问完佛之后 问完佛之后 基本上大家已经 因为以前的社会简单 你要理解一下 2600年前 印度社会 没有娱乐 不要说没有那么多 直接说 一般的修行人 没有娱乐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他们在修行上 有时只是在道理上 有些东西不明白 所以他们就在问佛 问了佛之后 明白了 明白了之后 就做了 那怎么做呢 就是去打坐 去禁修 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 那些弟子 其实他们尊心求道 就不需要做仗 因为他们只是打坐 在禁定里面 去观照佛所教的意思 其实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 所以他们没有做仗的需要 不过 佛不再了 我们缺少了一个偉大的导师 那么很多人 亡无头水 对前路 都不知道怎么好 所以 慢慢大家 对佛那种的忆念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说佛如果在这里多好呢 以前我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问佛 现在我们问谁啊 你问现在的老师 当然也是好 但是 老师 和 老师 这个 我们的老师不在 我们现在的老 我们的根本老师不在 我们现在的师傅 和老师是有一个距离 所以大家慢慢就会忆念 忆念 忆念 佛徒 因为忆念 所以就会有佛像的出现 至于 刚才说的 因为佛教最初禁止造像 好了 那究竟佛像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佛像的起源有几种 有几种的传说 亦都有真 有假 有不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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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曾经 佛在人间讲经 他曾经 因为妈妈 在佛出世后七天 他们就升天 他的福报太大了 人间的福报都不能够 不能够承受了 所以他们七天之后就升天 在人间的肉身离开 但是就升上天上享福 因为这个佛母就在天上 而佛陀成道以后 就记挂着 我妈妈还在天上 因为她在天上 尚未出人间 所以她就升上天上 去为母亲说法 话说她在升天的时候 就上了去天上 几个月都没有回来人间 因为她在天上 跟那些妈妈和天人 就在天上的那些 那些圣众说佛经 因为好日都不得到佛上来 所以大家都不让她走 于是在人间里面 她有一个弟子 叫做邱田王 佛陀有一个在世的弟子 邱田王是其中一个国家 叫做拔遮阁的国王 她就很想念佛陀 所以怎样呢 所以她就会找人 找了一种叫煎檀木 煎檀木就是檀香木 白檀 白檀 用白檀香木 就割了一个五六尺高的一个木头 就去雕刻这个 释迦牟尼的像 就成为了这个五尺的佛像 因为这个邱田王 他做了第一次的一个木的佛像之后 于是隔离的国王 叫做波斯匿王 也都用这个紫金 就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 现在你在那个电脑里面 在荧光幕里面 看到有一张的神像 好了 这个神像 据说 就是邱田王 所做的五尺佛像 我可以告诉大家 肯定不是 这个肯定是后来做的 这个肯定是后来做的 一定不是二千六百年前做的 那个尖坛木做 这个肯定是后来做的 你和他的造像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时间 一定是清朝的 明清时代的东西 明清时期 壮传佛教的一种雕刻 和造像的风格 虽然不是说教大家 如何去欣赏那些 用艺术的角度去欣赏佛像 但是你看得多 你自然都能够懂得分 你想想二千六百年前 刚刚有佛像的时候 必定是粗糙的 简单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尤其是面形轮廓的 那些雕造 是有严格的 这个很明显 是明清时期 根据造像经的比例来做的 这个已经不需要多说了 肯定是 虽然他现在供奉着 都仍然说他是邱田王 那个五尺的尖坛木佛像 但实在并不是 另外相传又说了 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亦都因为有奇拿教 印度里面的其中一个外道宗教 叫做奇拿教 有奇拿教徒做了一个佛陀像 但是当时读信佛教的阿玉王 就认为不能够做佛像 因为这是佛的规律 佛当时已经说明了 我们不能够做佛像 所以护持佛教的这位阿玉王 就将制造佛像的奇拿教徒 处死 所以亦都再次明令禁止大家 去制造这个黑造佛像 于是我们现在就知道 就是说当时那尊佛像 应该也都消毁了 再下去 我们再看看这一张相片 这张相片里面 根据现在考古和历史学界的研究 可以肯定真正是造佛像的时代 或者最早的起源 应该大概就是公元一世纪 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因为当时大乘佛教兴起 大乘佛教和原始佛教 或者叫根本佛教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原始佛教的时期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根据佛陀所说的 佛说不容许 你就不要做 佛说这样你就这样 不要多也不要少 但是大乘佛教 就采取一种较为宽松的 一种习惯 而大乘是相信 要成佛首先要经过 累世的菩萨行 即是一世一世一世的回来 你继续去修持菩萨道的精神 慢慢去累积你成佛的知量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福德的知量 一个就是智慧的知量 你要这些福慧圆满了 这个知量完全圆满了 这样你才能够成佛 于是因为要由菩萨去到佛 是需要很长的时候 所以佛原来他不是一生成佛的 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修持 去到我们今生所说 他成为一个印度的王子 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世 于是就会出现了所谓 这是忆念佛陀本身 和秦行降生遗迹的一种风气 我都要好似 我们要学佛 那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都要好似佛一样 他以前是怎样的? 我们照跟他怎样做? 佛以前去过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过这个地方 怀面他 他去过菩提家耶的这个 菩提树下禅修 我们就去菩提家耶的地方 那里去看一下 去那里怀面 去那里 去那里 学他一样禅修 他在灵袖山讲过佛经吗? 我们又走到灵袖山那里 打下座 他感受一下 用今天的词语 就是朝圣 我们有一些旅行团 叫朝圣团 这个朝圣团 意思就是 你在家里看书 看电视 你是感受不到的 你要去到现场 就会有那种所谓 刚才所说的 氛围 灵力 你就会令到你很容易 进入那种心态 所以当时大乘佛教兴起 大家就会去想 以往 佛陀过往生是怎样修行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做过什么? 就透过 听他过往生 那些叫做本生 过往世修行的时候的事迹 例如 大家都有听过 佛陀有一世 割育慰婴 舍身慰苦 你就听过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 原来不是说今世的佛陀 而是说 今生未成佛之前 在过往生 他曾经有一世 割育慰婴 有一世写身慰苦 有一世做过什么 他做过很多很多这些事之后 累积了的功德 今生圆满了 所以他最后一个步骤 就要在菩提树下 入这个大的禅定 所以才能够成佛 那所以 那些人就开始去想 原来佛陀都经历过 那么多的艰难 才成佛 那这个就叫做本生 前世的事 他今生都做过一些事 八相成道 他示现了八相 在摩耶夫人的幼协校出生 然后每行一步 地下就会有莲花 那这个就是他的出生 另外他那个 另外有四游城门 或者是苦行等等 原来佛陀当年就在这个地方苦行 原来他就在南皮尼这个地方出生 那就去行他的成绩 好了 那因为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原始佛教 就是今天说的南传佛教 就是泰国那些修持的方法 他们认为他们太过严格 是不能够掌握佛陀的原意 所以在公元一世纪左右 就进入了一个叫做大乘佛教的时候 这个大乘佛教的时候 就有我刚才所说的一件事 而因为大家对于怀面 佛在过往生所做的事 所以大家对他那种的怀面 由心的怀面 和听故事的怀面 慢慢就开始转换成佛像 因为我们不记得那么多 他做过那么多事情 于是我们就将佛陀 和一些重要的时刻 就透过画像的方法 或者雕刻的方法 就记录下来 于是就形成了佛像 而在这个时候 大概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因为这个叫做加利息家王 他为了弘扬佛法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佛像 究竟哪些佛像是他做的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已经找不到 找到都不知道是否他做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就是现在你在相片里面 看到的这个金币 这个金币是真真正正 现在出土找得到的加利息家王 在当时 即是他管理那个国家的时候 所做的金币 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金币有两面的 左手边那个 就是加利息家王 即是那个皇帝的头 你知道那些国家货币 当然是将自己的皇帝的头 塞了下去的 就是等于你拿那个 你现在找一下的庫袋 可能还有一块两块 有时都还看到雷王头 是不是 皇帝 但是你看看皇帝背后那个 即是右手边那张 你看清楚 虽然那个面相 因为他小 面相有点模糊 但是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他是一个佛像 一个站在那里的佛 是不是 一只手 佛的右手 竖起 左手是拿着东西的 而且他旁边有个英文的 不是英文 但是那个是字 很明显那个是佛陀 那个字 当然不是今天那个佛陀 用凡文说的佛陀 这个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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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你说佛像 我们现在不知道佛像 是不是加利释迦王去做 但是肯定 但是肯定 这个抗陀 里面 背脊 那个的位置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也是佛像 所以我们现在有肯定的 就是加利释迦王去做了佛像 这个的起源 是由他开始 那么这个的可信性 也是相当高 好了 也都因为做了第一个佛像 慢慢大家就会问 喂 你做的那个佛像 是不是真的是佛 来的 合不合规格的 究竟佛是不是这样的样子 于是就出现了 我们就衍生了 因为大家开始对于做佛像 自从第一个佛像做了出来 大家开始就会投入去做佛像 当我们做得多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佛究竟是不是这样的 怎样做 才能够做到最圆满 呈现佛的得性的一个神像出来 于是我们就出现了一些佛像的标准 这个佛像的标准 就是我们经常在佛经里面所说的 三十以上八十种好 这些好 不是生出来的 是他收回来的 为什么你不用化妆得这么漂亮 是他收回来的 不是他用化妆品 不是他用 不是晚上偷偷地 敷了多少个面膜 不是他在类细收回来的 怎么收回呢 用花去敬佛 见人去多赞叹 去赞佛 就算对一般的普罗大众 他都用一些温柔的 好的说话 那些叫美语 好的说话 当然不是那些夸张奉承那些 那些是好的 就是说有鼓励的 有赞赏的 那些说话 他多去说这些说话 你多说这些说话 你自然就少吵架了 你少吵架的自然 眉不会向上戳 是吧 那个额头 眼眉 眼眉就不会生几条皱纹出来 因为你不骂人 原来这些就是收回来 从你的品德 从你的心量 从我们对佛菩萨那种 的恭敬而慢慢 我们修成了一个 美貌的样子 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为什么能够有 这么多的相好呢 相就是他的形态 他的外在 就是你看到他就会看到的 那叫做伤 有些好呢就是 你就这样看不到的 他要做些东西的时候 他才显现出来 譬如说他会放光 他不是一朝到晚都在放光的 他因为这个人现在站起来 他有困难 所以佛放光 加持他 所以你走过去 你就这样看 是看不到他的好的 是他要做一些东西 他有些因为这样的需要的时候 他做那样东西 你才看到他的好的 但是三十二相就是 表面你能够看到的 他的面很圆满的 你看到他的样子 你会 哇 深深欢喜 很庄严的 所以这个相的意思就是从表象 那这些相好就是因为他累世修行 而得利的一个征兆 那么就因为要做佛像 喂 你这样做不行 你这样 刚才我们就说 你这样画到鬼里马叉 这样你是蝎俗 所以他就慢慢就出现了一个 所谓三十以上八十种好的一个佛像的形态 而早期的佛像 绝大部分都是单尊 单尊就是一尊 譬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一个 或者这个是观音菩萨 这个就是观音菩萨一尊 在一个石头上雕出来 最早期是 或者另外一种就是 有一个故事的场景 佛下或者菩萨在中间 而旁边还有些人仔 还有些人围着他 他就将佛曾经做过那件事的场景 就用一个石里面 一个场景画了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哪里可以见呢 我们就算中式那些建筑 当你现在去新界那些宗族 那些大大的祠堂 你都会发觉 在他那个神庵等等 或者那些 顶上的那些梁里面 都会有一些叫做吉祥图案 其实那些吉祥图案 你慢慢看 有一些都是一幅一幅的 一幅一幅里面 有几个人在那里 有几个人在那里 动下动下 其实他也是有故事的 其实就是说某一个场景 比如刚才说的八上成道 或者在菩提树下 禅修 苦行 或者他是在 这个南皮尼园出世 他就将某一个场景 画了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故事场景 就是说早期的佛像 最主要就是单尊像 或者是故事景 所以我们现在 从考古历史等等的角度 我们可以肯定 佛像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才出现 而且 他的出现是跟大乘佛教兴起有关系 那么根据佛教的传播 其实就分成了有三个的时段 第一个时段就叫做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 第二个时期叫做障法时期 第三个时期叫做末法时期 正法的意思就是 佛陀存在的时候 那些佛法能够正确地流传 所以叫做正法 障法 障法的意思 这里也说了 就是一个似的意思 似 障 即是似 你很障 很障就是很似 廣东话 似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看他的表面 好像是佛教 但是其实里面 已经是有一些距离 距离了些什么 就是说 有讲经的人 也都有出家修行的人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正果的人 有说法有修行的 但是欠缺正果 即是说 真是有真修实学的 有德行 有智慧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即是说 如果我是师傅 你来求 你来 向我求法 我教完你之后 因为我的功力有限 跟着你的吸收又有限 所以 你表象上是去求法 但是实在大家都不是得到很多法 我亦都没有办法令到你正误 所以 可能学习的人很多 但是真的有成果的人 极少 那 既然 老师没有办法令到我 成就 那唯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唯有 去忆念圣者 哎呀 今天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 为什么我听都不明白 他说了这么多东西 说了很多 我都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听 不过一走出门口 我就不记得了 那怎么样 没办法的 那唯有 回家 对着观音菩萨的像 哎呀 观音很惨 我今天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现在 一些东西都不记得 我听了 觉得很好 但是我不明白 那你最后又是 叫佛祖 叫菩萨救你 又是抱佛脚 那所以 因为那些弟子 那个能力的问题 所以 大家就对于 聖者那种的益攀 越来越 需求大 但是这种益攀 如果聪明的 你就在心里 哎呀佛啊 为什麽我 一整天都这么差的 你可不可以加持我 保佑我 那你坐在巴士都可以说的 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 是不行的嘛 他要怎样呢 他要有一个佛像 在他的前面 他真的跪在他的前面 在那里念念念念念念 他就觉得他做了些东西了 你说你坐在巴士 坐在地铁上 自己念佛 益佛 你会觉得不是 都是差点 但是你在佛像面前做 你就会觉得 我做了些东西 所以也都因为这样 形成了做像的风气 所以像法也都有人解释 不仅是像 更加也都是指 其实像法就是指 开始有人做佛像 开始有人做佛像 佛像流行的时期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呢 就将我刚才所讲了 抹法我们不用讲 因为已经有了佛像的出现 那么你会看到 这个表里面 会看到 正法的时期 大概有五百年 大概有五百年 他横跨了根本佛教 和原始佛教 根本佛教的意思 就是佛在世的时期 就是公元前六百年 那个公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之间 这一百年时间 就叫做根本佛教 也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对于佛的崇拜 又如何 那你就亲身去见佛 第一个是 第二 就是对于佛的 佛身的崇拜 佛身的意思就是指 由佛陀身体 遗留下来的东西 对他进行崇拜 那什么是佛的身体 流下来的东西呢 就是他的头发 指甲 和他缘殖之后 烧成火化之后 烧正的围骨 就是我们所说的射利 这些就是佛留在世间 最后留在世间的实物 当然他还有很多教法留在 但是那些不是实物 真真正正是佛 身体流出来的东西 就只有这些叫做射利的东西 但是你要搞清楚 有一些不是佛死了之后才有 或者裂盘 不要叫死 佛裂盘之后才有 不是 不是 比如头发和甲 就不是了 他拗下头 那么梳头都会脱头发的嘛 是吧 那他会剪指甲的嘛 所以以前佛在的时候 那些弟子呢 就是 哎呀佛 我们都不知道下次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了 那所以怎么呢 不如呢 你可不可以留些东西 给我做纪念啊 那于是 就将 那些 修整了的头发和指甲 就送给那些徒弟 那些徒弟真而重之 于是就建立一个佛塔 我们之前说过了 塔 其实塔就是 就是 安置这些圣物的一个 一个土堆嘛 所以 其实早期没有佛像的 我们对佛有崇拜 但这个崇拜主要是佛的 一些遗物 那么去到佛裂盘之后 就进入了一个叫做原始佛教 大概就是公元前 五百年 去到公元一世纪 大概这五百年间 而当时对于 佛的忆念 当时没有佛像 就忆念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佛的掌印 足印 就是有一个手掌 这个手掌就说是佛的了 或者这个是一个脚印 这个脚印说是佛的脚印 或者莲花 用莲花 因为佛坐着 我们在经文里面说佛是坐在莲花上面 所以莲花就是它的象征 甚至法轮 法轮 就成为了它的一个象征 所以那些人去到圣地 噢 这里释迦牟尼佛 曾经当年就在这个菩提家耶 这个地方 就在菩提树下 那里打坐成佛 那他有什么 佛不在的 你看不到的 那怎么办 所以那些人就在他坐过的位置上面 就雕刻了一个莲花 或者在旁边雕刻了一个圆形的 莲花上面有一个脚印在的 的脚板 就说那个是佛头 那旁边监了 能不能就是